汽车驾驶人开车走远远路从暖暖往过港地区以及高速公路方向行驶到暖江桥时 经常因为天桥上以及天桥前面的另外一组号之灯容易混淆驾驶人误判 因此经常容易造成暖江桥上要左转往远远路的汽机车 和远远路要往台北方向执行的汽机车交织的车祸意外 市议员联恩典接获民众反应后立刻办理会堪 也获得交通处以及交通队等相关单位的同意 将在暖江桥旁再树立一个直立式号制灯 提醒驾驶人要特别注意别看错灯号减少车祸意外发生 那特别是在执行车的时候 因为前面的号制灯有两座 一座在右手边是更远的 一座在左手边是比较近的 那往往因为这里又上坡那个视角 我们一般看这个号制灯的驾驶人都是看右边的 那右边在45秒的时候 这个前面的绿灯就会亮 前面绿灯亮主要是让这个暖江桥向右转的车能够继续行 但是这个直行车这一段这个红灯呢 还是还有40秒钟 包括我在内我就曾经也误闯过 注意看前面的绿灯亮我就往前行 结果呢这个我们还是其实正常的还是红灯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和基隆交通处讨论 那必须要在这个最近的地方 也就是在桥头 再加装一个立式的这个号制灯杆 让这个靠近右手边的会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只能红灯右转往过港的方向 并不是你执行车的号制灯 连恩典表示新的号制灯将在年后进行安装 提升驾驶人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